这只肥头大儿的狗曾是南方温室里的霸道小主人 但命运捉弄的是 它被拐卖到北方冰天雪地里挡雪桥犬 温室里的花朵能否存活于野蛮的环境中 来看狗狗的丛林法则 巴克曾经是小镇法官的宠物狗 从小养尊除幽 住在南方的大house里 被主人宠坏的巴克天生擅长拆家 整个庄园它出入自由 小镇的大街上 只要它喜欢的东西都不放过 称它为魔王化身一点也不为过 那天是法官的生日 仆人们做了一整桌美味的食物 他们想在晚饭前照张相 但下一秒 巴克嘴里叼着鸡腿慢悠悠走过来 天哪 美味的食物已变得狼藉不堪 晚上 巴克被罚在门外反省自己 他只能满脸委屈地躺在门口 但这时远处有灯光 他好奇地跑过去 却不知道这个人是个狗饭子 在食物的诱惑下 他毫无防备地被关进了笼子 巴克急得乱跳 但无人理他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别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过了好久 笼子大开了 但面临巴克的是一顿毒打 原本无比傲娇的他 面对眼前的棍棒也只能屈服 但巴克内心并没有放弃 瞅准机会使劲挣脱了绳索 拿出看家的本领 灵活的穿行 奔向前方的自由 可是 巴克被带到了北方的阿拉斯加 这里冰天雪地 雪花漫天飞舞 他从来没有见过 瞬间被迷住了 但再美的风景也改变不了他从富家犬沦为奴隶的事实 巴克沮丧地坐在狗中间 等待着买家的挑选 一个黑人邮差选中了他 这样巴克成为了一只雪橇犬 但原本娇生惯养的贵族犬怎能受得了 在第一次行动中 他被一只小白兔吸引了目光 导致整个团队滚下山坡 队伍中的领头犬是一只霸道无比的哈士奇 当他喝水时 喜欢自己独享 不允许任何同伴靠近他 巴克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接打破冰层 让所有同伴一起过来喝水 狗狗们第一次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大家伙 但这些举动让哈士奇很是不爽 慢慢的 巴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团队 巴克逐渐找到了奔跑的快感 这天他们需要穿过一片冰层 狗狗人在测试危险系数时 冰块突然破裂 他一下子掉入了冰水中 巴克见状毫不犹豫地跳入冰水中 凭一己之力奋力揪起了女主人 这次巴克在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蹭蹭上涨 此时一双极其极度的眼光睁开着巴克 原来是领头犬哈士奇 当天晚上巴克再次遇到小白兔 一番追逐后把他温柔地放下 但意外发生了 哈士奇猛地一口咬住了小白兔 小白兔就这样BBQ了 哈士奇故意挑衅巴克 他已经受够了 因为一山不容二府 微等巴克反应过来 哈士奇突然发起进攻 巴克哪见过这种名场面 不敌对手 晕倒在雪地上 同伴们其实早已默认了巴克 呼唤着他能醒过来 朦胧中 巴克看到了他的精神领袖 他慢慢站起身 扬起斗志 与哈士奇展开了决斗 三下五出二 就把哈士奇干到了 哈士奇只能灰溜溜地逃跑了 第二天 队伍失去了领头权 巴克当然不让地站在领头的位置 主人虽不情愿 但也没有办法 开始准备 没想到的是 在巴克的带领下 队伍跑得比之前要快十倍以上 突然前面遇到了雪崩 主人慌慌叫他左转 但巴克根据自己独有的判断 带领大家右转 果断地快速穿入山洞 此时大家团结一致 用生命在奔跑 终于避开了危险 准时抵达了小镇 完成了游地送信任务 巴克看到人们看信使的幸福模样 明白了他传递的也许就是希望和爱 他默默地来到了屋外 仿佛又看到了之前的精神领袖 但他走远了 巴克落寞地坐在地上 养天哀嚎 他的家会是在哪里 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巴克被迫从南方辗转到这里 经过了残酷的锤炼后 已退去了宠物狗的娇气 完全融入了团队 但好景不长 主人的公司面临解散 巴克和他的同伴们 顶如雍雾之地 不得不又一次被当作商品 等待着他的新主人出现 一个穿红衣服的陶金客 选中了他 但这个主人并不友好 甚至还毫无人性 雪橇都被冻住了 他只知道鞭打狗 这时一个老人出现 并支持了他 这个老人曾经被巴克帮助过 他帮他们送动了雪橇 然后告诉陶金者 这个季节去陶金等于去送死 可这个陶金客傲慢愚蠢 哪里听得进去 巴克知道前方有危险 不能前行 但陶金客贪婪于金子 只知道一次又一次的鞭打 巴克最终疯了过去 当陶金客用枪指着巴克时 那个老人及时出现 救下了巴克 此时的巴克已经炎炎于息 巴克在老人的床上睡了足足两天两夜 醒来后才知道已失去了同伴 现在这个老人是他唯一的朋友 但老人也是个可怜人 一直喝酒沉浸在失去家人的痛苦中 巴克看了看摆在桌上的照片 自然明白老人的悲痛 于是他打翻了老人的酒杯 又顺手抢走了酒瓶 把酒瓶摆在了屋外的雪地里 一屁股坐了上去 傲娇的养着头 老人扭不过他 坐在巴克的旁边 原来今天是他死去儿子的生日 就这样 一人一狗仰望着夜空 在月光的治愈下相互依偎着 第二天 老人拿出一张旧地图 说儿子喜欢冒险 地图的尽头 有个童话般的地方 是梦想中的室外桃源 现在有了巴克的陪伴 可以正好实现儿子的愿望 就这样 一人一狗奔向梦想的旅程开始了 他们驾着独木舟 水里的鱼逆流而上 天上的鸟从他们的头顶划过 晚上的萤火虫陪伴着他们 他们躺在一起 吹起了口径 生活实在太美好 前方的瀑布好惊险 巴克兴奋地甩了甩身 老人早已把巴克当作了家人 夕阳西下 他们终于找到了地图的尽头 发现了小木屋 周围绿草如荫 一条五颜六色的小溪潺潺 就像魔戒里的仙境一样 他们决定住下来越离人性的危险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危险正在悄悄逼近他们 狠毒的淘金者已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老人和巴克的命运将会如何 巴克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属 请点击头像关注小宁说 观看大结局 阿拉斯加山谷中的一条河 是传说中的淘金圣地 这里有大量的金子 吸引着各路人马前来淘金 连狗随便水中一捞就能捞出一块硕大的狗头金 这天老人在河中洗澡 突然发现河中金光闪闪 立马沉下去看 等出水的时候 他发现竟然是一块金石 他兴奋极了 原来这条河就是传说中黄金之河啊 此时巴克也找到了一块巨大的狗头金 但他不知道是金子 直接扔进了河里 老人用盆子随便一筛 就有好多金石 兴奋地告诉巴克 这就是黄金 这时巴克看到河对岸有只白色的生物 就像之前他痴迷的小白兔一样 立马追了过去 但是突然一只黑熊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那只领土一时很强的黑熊对着巴克尖叫 面对如此巨大的黑熊 巴克非常害怕 转头冲进了森林 但意外地发现 那个白色的身影又出现了 他慢慢走向巴克 原来是一只白色的母狼 好漂亮啊 巴克瞬间沦陷了 他忍不住伸出了他的手 白狼以为巴克要攻击他 一把拍掉他的手 消失在丛林中 从此 巴克迷上了这只白狼 找死目想 连老人的口琴也没了兴趣 巴克白天就死起白来地跟着这只白狼 但白狼不理他 这天 狼群们在偷袭野猪时 一只公狼突然发生了意外 被湍急的河流冲走了 幸好被一棵枯树挡住 公狼死死地抱着枯树 狼群们在岸边只能敢着急 这时巴克猛地冲了过去 用他的身体使劲拖起了枯树 再用尽吃奶的力气 把枯树甩到了一边 公狼获救了 经历这次事件后 巴克获得了狼群的认可 跟着狼群们学习了狩猎 慢慢地 巴克记忆中的野性逐渐获得释放 他已不再是原来的宠物狗 时不时地会给老人带来一些小惊喜 老人发现了巴克的变化 他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狼的记忆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但是他的家优在哪里呢 他把捡来的金子扔进了河中 自己留了很少一部分 他跟巴克说 金子只要狗生活就可以了 他该回家了 但巴克不用跟他走 他已经自由了 就是希望今天晚上 巴克过来跟他道个别 但是往往命运就这么残酷 贪财如命的淘金克找到了这里 不仅点燃了木屋 又威胁老人交出金子 老人逃出金子扔向他 再多的金子也换不回一个人的良知 陶金克还不满足 扣动扳机准备再次射击时 巴克扑了上来 面对曾经的棍棒 已不再惧怕 死死咬住棍子 把陶金克送入了火海中 此时的老人已经奄奄于息 巴克把老人儿子的照片和口径 放在老人旁边 用身体撑起老人 老人开心地看着 但以武力回天 静静地睡去 巴克默默地守在老人的身旁 至此 巴克对人类社会已毫无眷恋 他毅然跟随内心深处的召唤 回归到那个属于他的原始荒野 他已经从一个宠物狗 蜕变成了一个荒野深处的狼群之王 有了自己的小狼仔 带着自己族群无所畏惧 每当他路过木屋时 会停下来看几眼 想起曾经的美好时光 我们都向往自由 但是在弱肉强势的丛林法则下 只有选择不断地向前奔跑 才能做回自己的主人 看到这里 聪明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哦 记得点击投向收看全集